10号吧 被这个禁言之后 大家非常关心我 但是在这里呢 我真诚的 向大家表示感谢 也请你们放心 那么我们一直坚持的 做网络空间文明参与者 做好两个朋友户 永远热爱党 也永远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 对正义事业的大力支持 任何东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做的事 我们心里有数 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良知和功力 对得起党 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所以有这几点 大家就不用担心 是吧 我们一定要遵纪守法 一定要遵守平台的规矩 他们的禁言是他们的 这个管理的手段和规则 我们要遵守 没有什么 有些声音啊 有些事啊 有的时候需要时间 需要历史 甚至是需要历史 去验证的 那么我们相信 正义会马上到来 我们也坚信 大家的坚持 一定会有成功的这一天 非常感谢 春节快到了 冬奥会马上举行 所以这就需要 我们的网络空间 安静 祥和 我们要理解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大家只要有时间 就可以多关注 我们的官方网站 官方微博 以及其他有效的 这个途径 有效的媒体 有效的平台 我们要集中精力 做好线下的项目 集中精力 推进 有些法律程序的 这个前进 好了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 祝大家提前 给大家拜个早年 感谢